好人生舞台谢幕 持续带您关心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之后 目前最新的状况如何 我们要连线给TVBS华府特派员尼嘉辉 嘉辉请说 好的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当地时间8号下午辞世 享期受96岁 那么根据英国王室继任顺位 她73岁的长子查尔斯成为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那么女王位于苏格兰行宫巴摩拉城堡 是贴出了简短的声明说 今天下午女王于巴摩拉安详辞世 英国王室的官方推特也及时公布了这个消息 但是女王确切的过世时间还有当下 有哪些家庭成员在场都没有透露 白金汉宫降下了半期 那么其实在前一天 女王的医生声明表示担忧女王健康 然后王室的成员陆续赶到苏格兰 这其实都是状况不好的迹象 那么依照媒体拍到的画面 女王的四名子女还有孙子威廉 应该都有赶上见最后一面 但是在美国的哈利王子 他到这个班机降落的时间是英国的下午6点46分 那么英国皇室是在6点半的时候宣布女王驾崩的消息 也因此哈利王子可能是没有赶上最后一面 那么这个英国首相特拉斯 特斯拉呢 英国首相特拉斯也在稍早之前发表的谈话 我们来听听她的说法 我们所有人都变成员了 我们都变成员了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谈话 我们刚才听到的谈话 我们都变成员了 她的莲莲 但女王国首相特拉斯 她的莲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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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 在是这一千年 多年了 我们新的吉兰 我们新的队长 由于新的肖子 他的奶 王智子 王智子 他 我们曾经压怨 我们是居长的贪战 当我们的故事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 我们一起成为 和我们的民主 帮助他 to help him bear the awesome responsibility that he now carries for us all we offer him our loyalty and devotion just as his mother devoted so much to so many for so long and with the passing of the second elizabethan age we usher in a new era in the magnificent history of our great country exactly as her majesty would have wished by saying the words God save the king 尼莉莎白沃市在1953年登基 在位70年是英国在位时间最久的君主 那么历经15位英国首相 从丘吉尔到特拉斯 14位美国总统只有詹森没有觐见过女王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是取消原定的新冠疫苗谈话计划 那么美国也降下了半期 那么拜登 川普 欧巴马 小布希 柯林顿 还有卡特 也都发表了声明追到英国女王 主播 好 女王驾崩之后 查尔斯王初也成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他将登基为英国国王 也如同刚刚特拉斯所说的 现在又迎接一个新的时代了 那么要请教佳辉哦 各界对于这个新的英国国王评价又是如何呢 英国女王丽莎白二世 我们刚刚有说她是英国在位时间最久的君主 九成的英国人民一辈子都生活在 伊丽莎白二世统治下的英国 那么在她驾崩之后查尔斯继位 她也以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名义发出声明 声明就提到我心爱的母亲 女王陛下的辞世是我和所有家庭成员最悲伤的时刻 我们深切哀悼一位备受真爱的君主 和深受喜爱的母亲辞世 那么查尔斯三世呢 她是现年73岁 可以说她一辈子都活在大众的眼底之下 不管是在英国或者是在全世界 其实大家对她都相当的熟悉 但是没有人知道她会是什么样的国王 英国皇室是英国软实力的一部分 那么不管是在英国的国内或者是在国际间 那么查尔斯三世要如何利用她的软实力和影响力 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是 查尔斯是关心环保议题 那么后续还值得注意的 也有英国民众对于皇室存废的态度 主播 确实就像嘉辉所说的 大家都很关心她会如何运用她的软实力 可是现在英国脱欧之后 经济压力沉重又面临严重的通红 不只是查尔斯三世 大家也聚焦在新的女首相特拉斯 她们面临什么样的难题呢 再把时间交给嘉辉 好的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二世辞世的前两天 我们其实还看到她带着笑容 正式任命新的首相特拉斯 但是呢过去女王是在白金汉宫接见首相 这次因为身体状况所以例外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英国试图建立脱欧之后的这个国际地位 那么在脱欧对英国的这个团结也是一个挑战 再加上首相才刚上任 她面对高通膨高屋价还有能源危机 以及乌克兰战争这都是挑战 也可以说她上任完全的没有蜜月期 主播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